李玉刚 李玉刚 他从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 星光大道中一炮走红 并签约了中国歌剧舞剧院 称为国家一级演员 他的绝杀剧在于 一转身的反差震撼 我深深的思念 我为国家 原来真爱 混合红颜 爱恨就算一瞬间 只被提供 亲自一遍 爱恨有梦 新贵妃醉酒 是以京剧贵妃醉酒为栏本 足以时尚编曲 《费气》 由李玉刚反串演唱的 带有戏曲风格的歌曲 很多人熟悉李玉刚呢 都是从这首 新贵妃醉酒开始的 2012年 李玉刚第一次登上了 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当晚 他演唱的正是这首 新贵妃醉酒 双声唱法 惊艳了全国观众 2012年 在龙岩春晚 李玉刚虽然仅仅亮相 一分四十多米 但是 他经验华美的装扮 风铃绝韵的唱弦 已然轻倒重 飘逸的绚烂缠绸 也成为了一个经典仲冠 李玉刚第一次出现在春晚 反正那个时候很多老百姓看到李玉刚的时候会觉得眼前一亮甚至是大为惊叹 就是一转头原来他是一个男人扮演的女人 而且还能那么妹扮演的那么像 上春晚对于李玉刚来说 其实有着很特别的意义 他苦学苦练反串十多年都是为了原上春晚这个梦想 半世桥本身挤进自己邻居家去看的春晚的那第一眼 有可能这第一眼就注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有了那第一次看春晚 有了自己后来很多年都会坐在炕头上看春晚 这样的一个春晚情节才有了这三十年 他伴随着我或者说我的艺术梦想都是从春晚开始 其实这曲啊 《新贵妃醉酒》啊 早在2009年的盛世倪商李玉刚个人演唱会上 就已经畅想在了悉尼歌剧院 曾经的大唐盛世 杨贵妃醉酒后的迷人舞姿在悉尼歌剧院重现 李玉刚以男儿身来演绎贵妃角色 这着实令外国观众们都觉得非常新鲜 爱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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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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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 在悉尼歌剧院演唱 对于草根出身的李玉刚 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来说 她已经逐步走向世界以来 从央视春晚到悉尼歌剧院 李玉刚似乎心路坦荡 崩华绝代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认为原质的心酸经历 她又是怎样依靠而恒的 看一时刻 李玉刚正在播春 获得肯定和欣赏的同时 李玉刚的男扮女装 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反串 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那么为什么李玉刚会选择 这种与众不同的表演形式 她又是怎么走上这条表演道路的呢 1978年7月15号 李玉刚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 朝阳坡镇中央浦村 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家属 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小时候就长得比较清秀 姐姐总爱把她打扮成女孩 才管她叫妹妹 那时候母亲喜欢在家 哼唱二人传和流行歌曲 她就在一旁跟着哼哼 1996年8月 李玉刚以435分的长计 被吉林省艺术学院 戏剧文艺编导专业录取 录取通知书上 写着学费要4000元 对于这个农村孩子来说 她选择了放弃大学梦 去城里打工 跑了几个城市 李玉刚最后选择了 在西安落江 她白天去音像店打工 晚上去歌舞厅唱一场 到了西安落江 就在这家歌厅里 然后就跑龙套 就选择了我和一个女歌手 一起唱 那天也是节目般的顺序 调整了顺序 女歌手就没有 音乐都响起来了 我从这边吗 因为我没有看到对方 那边是什么情况 我自己从这边上台了 那边就没有人走出来 我还在看呢 然后我说怎么回事呢 音乐都响了 我还不停地回头看 音乐想马上到唱的时候 我也不 我当时也想不能让她 全部都空下来 就是说突然断一段 然后我唱一段 因为她没有来 我就灵机一动 男女生的对唱 我就自己唱了 为了谁 谁最美 谁最累 我的相亲 我的占有 我的兄弟姐妹 姐妹 这一鼓劲吸睛的表演 像一枚重磅炸弹在铃铭钢跑场的歌舞厅里爆炸了 铃铭钢的反串 使她在短时间内红遍了歌舞厅 歌厅老板也看到了铃铭钢的价值 鼓励她朝着反串这个方向发展 她说的你别有语了 那个女歌手我们已经把她辞退了 我接下来给你再涨一点工资 你就这样唱 你要多学习以后 多学歌 你除了唱男生 你还有男女生对唱 所以你站在舞台上 才有你自己的这样的空间 你才跟别人与众不同 你才能够登台表演 我一听她这么说 又给我涨钱了 我说行行行没问题 第二天她又给我照了剧照 给我照了一个很大的 我第一次又把别人的演出服 披到我身上 还让我穿怎么怎么样的 我第一次感觉 可能这样的会更好 会被别人更赏识 一次偶然的尝试 让铃铭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她不再是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飘荡 而是专心开始钻研反串的学问 于是从来没有学过唱歌的铃铭钢 开始每天向歌舞厅里的歌手们 学习唱歌 用她的话来说 她发了风势的要学好唱歌 我跟他们在一起 只要他们这几个演员 想达到的愿望 我全都达到 比如说他们凌晨三点钟了 大半夜了 饿了想吃方便面 我就马上无论多少层楼 我就下楼去给他们买 那时候没有现在什么24小时的 超市 我就一家一家的小卖店给他们敲 我就想一定要买到方便面 只有买到方便面 让他们吃了 他们才会带我走 就一家家的敲 我都不给开门 最后一家 我就敲敲敲 把玻璃敲碎了 那个人出来之后 就算是那种 没有说打得我很厉害 但是也打了我 他们以为是抢劫的来 我哭着说 我说我就想买方便面 我把钱给他们 他们说大半夜的来敲门 买方便面 崩了吧 就是这样的 我还是要买 我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给他们做这些事情 然后呢 我就开始了 我人生的第一步 真正了 当了一个小卖人 有一个美丽的穿梭 有一串神奇的铃铛 它呆在宫处的身上 飘喝的水一样 流向远方 李玉刚前前前后后 拜过上百位老师 戏曲界的 化妆界的 凡是与他的表演沾边的 他都去拜师学习 最后和李玉刚一起 在歌厅铸唱的旁龙 引荐他 拜在了西安名诞 马洪才的门下 学习金句唱香 我经常会唱一些 对唱的歌 男的一句 女的一句 甚至有的男的几个字 女的几个字 这样的 然后呢 真声的男声 我就用我的大嗓 女声的时候 我就高拔度 从1998年到2006年 整整八年的时间 李玉刚呢 都在学习男扮女装 他拿着自己的演出剧照 以著名反串艺人的旗号 在全国各大城市 刨场演出 并决定 把反串这种表演形式 当做自己一生的事业 但是最初 男扮女装登台表演的 李玉刚 无法被观众所接受 遭遇过各种各样的 刁难和羞辱 男扮女装最开始是不成功 很不成功 让人家都扔瓶子 扔水果都扔我 下去吧 当时老师劝我说 是我 我特别符合 就是说我的条件好 你看当时13年前 十多年前 我的小脸真的是一个小刮子脸 然后呢 我的体型啊 条件啊 身高 不高不低 一米七零的个头 然后呢 腰又很瘦 就是一个非常清秀的 一个男孩子 所以老师说 找你这样的一个 一个条件人不好找 就连脸上连一块男人 多余的那样的骨头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 它是肯定的 凭着这个肯定能行的心 有了这次消息 突破了化妆的瓶颈 李玉刚开始练习风情万种的眼神 他研究了很多 关于梅兰芳大师的书 我在书里看说 雷先生小的时候也是眼神也不太好 然后呢 他坐在他家的小院子里 就看飞来飞去的那个鸽子啊 他就从近一点点看到远 远远远 一直到消失 然后又进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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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落在那里 然后他就这样的来练习他的眼神 所以呢 我看到之后 我也没事 我也模仿 我也练买了这些词 京剧大师梅兰芳从小练戏 他是有诗诚的 不管他的眼神 他的身段 他的手法 那都是师傅手把手一步一步的教出来的 而李玉刚来讲啊 他只能算是自学成才 他可能可借鉴的人很多 但梅兰芳是他借鉴比较多的一个 更多的靠自己的一种摸索 看影视作品啊 看一些书籍啊 看一些材料啊 这其实是更艰难的事情 只能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 才能够达到他目前的这个水平吧 为了反串 李玉刚不仅学唱歌舞蹈化妆 连表演衣服也要自己做 男的和女的体型还完全都不一样 在服装设计上怎么来回避这些特点 尽量少露胳膊 尽管也是瘦弱的 但是我们男人的胳膊上还是有肌肉的 所以呢 他以前做的都是胸包裙 胸包裙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把胳膊给他完全的摆 就是说把他给遮住 所以呢 我又在他那里 我自己又设计出了一套 我自己一套叫连袖带袖的胸包裙 在胸包裙上又用特殊的剪裁 又把它加上一个袖子 袖子外边又加了一个披风 又把手臂给挡住了 又有那种非常飘逸的感觉 刚才说两个是你自己做的 这一套 这是最早的 我在星光大罩上穿的那一套 做这套衣服花了多长时间 我花了挺长的时间 大概得有几个月 关于染色的时候 有的时候师傅一染住了 我就感觉尽管都是霉红色 或者都是大红色 我就感觉这不是我要的 怎么办 那我就自己亲自来做这些东西 我们自己来亲自染 因为你对他要求 太要求 太染了 所以你就得亲自来做这些东西 谢谢 李玉刚的这种表演形式很尴尬 很多人说他是男弹 男弹是特指在戏曲中 由男性艺术家表演女性角色 但李玉刚演唱的曲目 既不是昆曲也不是京剧 只是含有一些戏曲的元素 所以他不能被定义为男弹 也有人说他是女性演员 女性来源于日本弹剧 主要是身体动作的表演 没有歌声 而李玉刚的表演里 唱歌占了很大比重 因此他也不能被定义为女性 这种尴尬的表演形式 使得李玉刚遭受了很多非议 好端端的男的不错 偏偏的男扮女装 装男扮女 这都是非常好听的词了 那如今的我 我也不可能把当时 别人说我的话全部翻出来 只不过是回忆而已 但是很难听 很刺人 你知道吗 开始的时候 他们来讲我说我的时候 我还会歇斯底里的 跟他们来对峙 别说我 我就说你好 你怎么怎么的 跟他们来来的对着干 最后磨着我 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 这种的办法 你必须要适应 我就想 任何人说我 我都微微一笑 我把所有的东西 都沉浸在心里 我自己拼命地努力 我不去看别人 我就这样 我就朝前走 我就朝前看 其他的都这样 就是这种感觉 坦然面对各种非议的同时 李玉刚也一直害怕 会给父母带去压力 所以他一直对父母 小心翼翼地保守着 他男扮女装的秘义 尤其怕从小就对他 期望胜高的父亲知晓 他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山村里边 在农村啊 大家觉得一个男子汉 你去扮女装 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 所以他开始做反串表演的时候 是没有跟家里讲的 说自己在表演 可没说是男扮女装的表演 他也怕乡里相亲的知道 很多行头啊 也不敢带回家去 包括父母要送 也不敢让他们送到太远的地方啊 相当于是 把自己的表演 在乡亲们面前是封锁起来 封闭起来了 直到2006年 李玉刚的父母啊 才知道了他到底从事的是 怎样的一种表演 这都是由于李玉刚登上了 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 从此以后 他开始一炮而红 家喻呼啸 李玉刚拿出了他的绝活 女弹反帅 一亮相便震惊全场 北方有家人 却是恩赌云 家人赌云 一炮情人长 再不情人风 名不知情长已情过 我家人的爱人 接着李玉刚绝对于是获得了当期周赛冠军 接着他用一鼓作气取得了乐赛冠军进入年度总决赛 最后获星光大道年度季军 这是李玉刚演艺暴力上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此他为全国人民所熟悉 悄悄我爱生生 女儿美不美 女儿美不美 我什么风转不快 我什么剪日轻不美 只愿天长一角 与我一周日今相随 爱你 爱你 愿天长相随 突然有过一夜成名的那种感觉 很多人都认识你 特别那个时候 突然有人在网上给你建来了一个贴吧 你突然在网上能查到李玉刚的名字 我都感觉怎么会是这样呢 世界变化了 从星光大道一夜成名之后 李玉刚以为自己能过上风衣足食的日子了 不用在四处求人找演出机会 可是没想到火了之后呢 反而是没有人找他演出了 没有上升到实质的一个阶段 一个层面 就是说突然没有人找我演出了 那没有人找我演出了 我自己也很着急 这是我要维持我自己生活生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是原来的那个 原来的群体认为李玉刚已经出名了 我们根本就找不起他了 一个新的群体找不到我 我就跟这个世界突然断了联系 我就自己一下落入谷底 我自己莫名其妙 我是留在北京好 我是做北漂好 我还是说回老家 没有人来找我了 这种我认为所谓的出名都是假的 都是泡沫 眼看就要走入死胡同 李玉刚只好自己进行公司化商业演出 他组建了自己的部队 在北京美展剧场 举办了繁华无尽个人演唱会 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之后 李玉刚还得到了一些机会 赴澳大利亚 日本和美国进行交流演出 李玉刚落户中国歌剧舞剧院后 全球巡演相继展开 李玉刚用他独有的方式演艺了中国古典美人 艺术定位遭到质疑 汉密时刻 李玉刚正在播出 2009年对李玉刚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 他被聘认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独唱演员 并且拥有了北京户口 结束了漂泊的演艺生涯 终于从一名草根变成了国家级院团中的一名正规军 那么为什么李玉刚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 能得到国家级艺术团体的认可呢 李玉刚并不是第一个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草根明星 其他成名的还有阿宝 凤凰传奇 九月奇迹 续日阳刚 西单女孩等等 但是他们中却没有一对可以和李玉刚的成就相提 为什么这么说 加入中国歌剧舞剧院后 李玉刚成为了终身演员 这个吉林农村小伙子从一个草根艺人 成长为了国家级艺术团的一级演员 也就是说李玉刚得到了主流的认可 而其他的草根明星呢 基本上都是签约了经纪公司进行商业反应中 为什么李玉刚可以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呢 据说徐佩东非常喜欢他 徐佩东呢 他其实以前的身份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书记 是徐佩东历见他而去了中国歌剧舞剧院 他的艺术不俗气 能够就是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但是又能登大牙之堂 李玉刚成功之处是在于 他可以把那么多的中国元素 比如说戏曲的元素 舞蹈中国舞的元素 民族演唱方法的一些元素 有机的融合起来 并且他的表演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大众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的 关键有一点 就是能把通俗和曲艺结合的这么好 然后又不俗气的人 除了李玉刚也找不到 李玉刚现在还是单身没有结婚 按说这样一个在舞台上 揣摩女性细腻感情的艺人 应该最能把握女性的心思 可为什么李玉刚却感情空窗呢 其实两年前 李玉刚曾经有一段被大家看好的姻缘 当时李玉刚的女演奏叫范晓明 范晓明被誉为中国第一女萨克斯 身为北京的一个音乐师家 五岁起学习演奏小一起 是著名萨克斯大师范晟琪的孙女 李玉刚与范晓明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大型演出中 原来是娱乐圈的一对金和女演奏 我们同在一个圈子里成长 那么他能到今天是他努力的结果 这是我应该学习的 我希望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 所有的钢丝 挚爱青鸿 所有的来宾 能够多一些掌声 鼓励和更多更多的支持 带给这个从民间摸爬滚打 很不容易起来的一个演员 范晓明李玉刚大八岁 两人都忙于工作 巨少很多 最后终于还是摆脱不了分手 欢迎李玉刚与范晓明分手的原因 外界猜测分 很多人认为两人不同的家庭背景 这倒是他们分手的主要原因 范晓明实际上是北京的音乐世家 李玉刚现在所从事的 我刚才讲了 他只能算是一种流行文化表演 对于古典音乐大师级的人物 音乐世家级的人物 对于这种表演 也不会很放在眼里的 如果说在李玉刚出名之前 两个人你情我愿在一起 可能还不会受到那么多的家庭阻力 李玉刚一旦出了名了 那不想出风头的范晓明 也不得不暴露在媒体和众人面前 包括他的家人 也不得不承受周围的亲戚朋友的一种评说 我相信那个给两个家庭的压力会更大 跟范晓明分手以后 李玉刚把所有的精力 又重新投入在了创作和演出上 2011年 他推出了一首中国风的单曲《竹梦力》 由周杰伦、方文山这一对华语乐坛九富盛名的中国风最佳拍档 为李玉刚量身定作 一推出就占据了华语乐坛排行榜的前十名 称为热门歌曲 谈向云创创创创创创刀鸣 暗夜铃剪之一剑影 我参透半白日发片 故事里寻今不必烈闭 如意清平风景冷清 北风行孤岛已不停 今生芬花摇燃空景 红尘爱恨无人抚平 芬花剧名我归宇 不忘灵不上满心 时不停喊醒尝上你 若未寻别被辞职 冬天你 憔悴如空景 从在街头跑江湖走到国家歌剧 舞剧院的舞台 李玉刚的表演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说自己一直有一种使命感 想要传承以男性完美演绎女性的这门传统艺术 去年4月京剧名门梅家也开始认可李玉刚 似乎李玉刚的一切名望成就都开始走向圆满 他说目前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努力 让这种表演艺术重新成为一种主流 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收看今天的探明视